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 更加扎实有效地研究推动海南区域经济发展 沈小明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南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还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发展 近年来谋划推动海城稳定综合经济圈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等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要求新机遇 必须对这项工作再研究再推动 确保取得更大失效 省小民要求要组织精干力量 以更广的事业更高的定位 开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在全球经济格局新发展格局 和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中找准定位 要准确把握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要求新机遇 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 用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更加扎实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要注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与现代产业体系 十四五规划的有效衔接 科学确定区域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 要大力谋划推进 无网基础设施体制升级 更好服务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要统筹做好城市与乡村 陆地与海洋 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 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工作 做到整合资源优化配置 加强区域合作 优势互补 要做好完善海城文定 和大三亚经济圈发展规划 建设滨海城市带和环岛旅游公路 深化农肯改革等重点课题研究 省领导冯飞 何忠友 沈丹阳 孙大海 周洪波出席会议 今天省委书记沈小明在海口调研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施工作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 用好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集中精力做好境外消费回流文章 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 沈小明先后到深免观兰湖免税城 中免免税店海发控全球精品免税城 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管理 免税商品新增品类 繁导提货等情况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全省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施 免税店经营等工作汇报 沈小明指出 离岛免税购物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亮丽名片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标志性项目 要大力培育聚集免税经营主体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要加快成立免税行业协会 形成政府协调推动市场主体 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局面 强化联合宣传推介 提高国际采购溢价能力 要认真研究消费习惯 试着引进国际一线品牌入驻 丰富免税品种类 各免税经营主体 要明确定位形成特色 齐心协力做大做强免税消费市场 要统一思想 深刻认识防风险就是促发展 加强政府监管 压实市场主体责任 做好素人马标注等工作 精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确保政策不失控也不放空 省领导沈丹阳 孙大海 倪强参加调研 今天下午 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海南农村污水治理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厅区 省生态环境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推进等情况的汇报 与会人员讨论交流 冯飞指出 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重要内容 要按照省委生态环境工作推进会的部署要求 紧盯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集中优势病例攻坚克难 坚决完成任务 要对接国家海洋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倒排工期 如期高质量完成 农村污水治理各项工作 要进一步健全统筹协调机制 明确理论各单位职责 要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 分区分类精准实测 要以建管用一体化为工作方向 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要积极开展农村污水治理试点工作 打造示范样本 要充分发挥村社区良委和乡村振兴工作对作用 发动群众主动参与 要积极谋划项目 创新投融资模式 争取相关支持 副省长刘平志出席会议 今天海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 传达学习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1年考核评估工作会议精神 通报中国乡村振兴杂志社在海南暗访调研情况 安排部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督查及风险点大排查工作 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海南巩固脱贫成果督查工作方案 巩固脱贫成果风险点大排查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 并听取农村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李军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 吸取经验教训 克服松进涉带思想 抓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确保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 更可持续 要认真对标对表国家评估要求 对照暗访调研发现问题 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大多查 风险点大排查 确保各类问题在今年10月底前全部清零 以高质量巩固成果迎接首次国家后评估 要层层压实责任 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评的底线 省领导徐启方刘平志出席 昨天海南召开全省党建 引领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会 就自贸港建设如何强化党建引领 进行深入交流并做出系统部署 之前省委已出台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 坚持以党建 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等文件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 以及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对全省党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专家学者认为 意见的出台彰显了党建 在引领推动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中的 极端重要性 只有全力做好党建引领工作 以一流党建 引领一流开放 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坚持 以党建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 把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党的建设引领 确保自由贸易港正确的政治方向 作为一条红线贯穿适中 这次省委出台 党建引领自贸港建设意见 还出台了系列配套文件 形成一加二加七制度体系 不折不扣落实有关党内法规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聚焦破解咱们自贸港党建工作的 独点难点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组织路线 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 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意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战略全局高度 再次表明 党建工作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它是内在统一的 党建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实际上是在政治方向上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旗 再次从底色 从根本的高度明确 这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越是自由 越是开放的海南 就应该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表现 意见把党建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在强化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治引领的同时 航式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基层基础 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 同时按照全省一盘旗 全岛同城化理念配置组织资源 这一件对海南自贸港建设来说 它的作用是多方面 有助于科学高效的配置各类资源 也有助于通过高水平的党建 来打通营商环境的最后一公里 当然更有助于提高党员干部建设自贸港的过影本领 以及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未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稳步推进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会催生出新的社会分工领域 有必要要让党组织的触角 让党的建设工作融会贯通到每一座园区 每一个商圈 每一栋楼宇 和每一个企事业单位之中 抓紧 抓稳 抓好党建 对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引领 创新 攻坚和服务作用 干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 那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同样的道理 把基层党建 干部工作 人才工作 一体谋划 整体推进 所以我们相信了 这次意见的这个出台实施 一定会促进海南党的建设 那么同时促进用党建 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省委省政府六号发布公告 决定举办第二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评选表彰活动 以进一步激励各市县各部门各园区各单位 开展制度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营造解放思想 敢闯敢示 大胆创新的改革创新浓厚氛围 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 是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改革和制度创新领域重要的省部级奖项 本次表彰申报标准为 一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再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和障碍 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的进程中实现创新突破 在国内属于首创 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示范引领效应 二是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领域 关键环节实施的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 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在全国相关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 三是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实施的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 取得较为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在全国相关领域有一定影响力 在海南省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示范带动效应 省内各市县各部门各园区各单位 反符合申报条件的 均可向省委申改办自贸办直接申报 目前相关申报工作已经启动 申报节制时间是2021年9月18号17时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第13批制度创新案例中的 境外船舶移籍仪式连办转化为常态化工作机制 境外船舶移籍压缩到8个工作日 进一步提高效率促进航运要素向海南聚集 境外船舶移籍是指在境外注册的船舶在原级注销后 转移到海南自贸港申请注册登记 这项业务涉及海市海关交通船集社等多家单位 存在审批流程环节多材料杂实现长的问题 今年5月海南在实行仪式连办跨部门联合审批工作机制 办理海峰海口轮的移籍注册过程中 从船舶进口到正式投入营运 仅用了8个工作日 在此之前这个办结是需要100多个工作日 效率提升了90% 仪式连办常态化工作机制 充分展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吸引更多国际船舶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 进一步促进航运要素向海南聚集 推动海南航运经济的发展 近日海南海市局联合省交通运输厅海口海关 中国船集社海南分社印发通知 将仪式连办机制常态化 在工作流程申请形式申请材料等方面 为服务对象提供全程咨询指导服务 全面推行网上办理 实现重物事项不见面审批 不论船在世界上的一个港口 只要有我们的机构我们都能协调好 在当地实现一时连办的相关的工作和相关的要求 实现了船舶的高效的登记和注册 同时为用户节入了上千万的资金成本和效 2021中非合作论坛非洲产品电商推广季 继全球国货之光非洲特别专场直播季 昨天下午在北京启动 活动以现场加云的方式举行 旨在配合2021年底在塞内加尔举行的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推动构建中非跨境电商合作新平台 实现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和贸易方式多样化 活动在一段热情的非洲歌舞中拉开序幕 活动启动后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非洲产品线上推广 让中国消费者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来自非洲的柑橘咖啡等农产品 提高非洲农民的收入 拥有12亿消费者的非洲市场 也将为中国产品和投资者提供更多机会 疫情背景下 电子商务是重振非洲经济的有效途径之一 非洲要向中国多取经 继续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 电子商务是中非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扩容的一个推动器 此次启动的非洲产品电商推广计活动 是落实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上提出的 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的重要举措 有助于拓展中非贸易往来 此次推广即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海南卫视共同主办 当天共有17位非洲驻华使节出席启动仪式 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节目启动以来 邀请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位驻华大使走进直播间 推荐全球好物进一步密切了 海南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贸投资联系 日前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孙世文同志任中共乐东离族自治县委委员常委书记副厅吉 海南广电荣媒体特别报道 了不起的共产党 党师小课堂今天介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徐赫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党史故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 那么你知道这项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吗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纲领 其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 实行蒙徽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衡权力 建立蒙徽民族的自治区 1945年10月23日 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 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46年2月18日更明确指出 根据和平建国纲领 要求民族平等自治 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 1947年5月1日 党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 1949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其临时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确立 后来又载入历次宪法 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系列报道 我身边的郝老师 今天我们来认识13年扎根乡村 引导乡村孩子开口说英语的乡村教师谢岳亭 正在领学生们早读英语的 就是海口市龙华区龙泉中心小区的教师谢岳亭 2008年 他刚到这所乡村学校报道的时候 孩子们连普通话都没能说标准 更别提英语学习了 当时学校是没有专业的英语老师的 基本上是零的 没什么基础的 26个字母读出来都是用语文拼音读阿欧欧的 为了让英语零基础的孩子们开口说英语 谢岳亭想了很多办法 他坚持每天早上带早读 风雨无阻 还经常让学生到家里来吃饭 只为多用英语跟他们交流 为了提高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谢岳亭把课堂搬到田园 让孩子们认识各种职务的英文拼读 不断增加孩子们的词汇量 在他的努力下 学生们毕业水平考试英语及格率逐年上升 孩子们上了他的课后 各个都回来说 哇老师 这英语老师好棒哦 上课很厉害的 我们都听得很高兴 都懂 他们说 哇我们听了像讲故事一样 自从谢老师跟我们上了课之后 我就发现英语其实没有那么枯燥 反而变得有趣起来 谢岳亭的家在城区 乍根乡村13年来 他有很多次调到城区学校的机会 但是为了乡村孩子 不再学哑巴英语 他都选择了坚守 没有说太大的这种梦想 但是说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在我们的办理下 至少在现在建设海南自由梦里岛的时候 能开口说几句英语 就可以很满足了 除了英语教学 作为教导主任的谢岳亭 为了让乡村孩子也能够全面发展 他组织全校教师 主力打造学校特色课程 创立排球体育特色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课程 以及田园示范课等 深受学生们的喜欢 他带领我们这个团队 在教学方面获得许多奖项 比如这个学校的歌唱队 就荣获了一样一样 艺术产业金奖 像谢霆老师这样 用爱去教育 静待花开 取得我们学识 我们学生一辈子可以遇到的老师 应该说是有限的 如果说我们能影响到一个 就已经够了 我就觉得他们也会记得我们 我们就觉得值了 查读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 为破解小区治理难题 海口首推物业管理新模式 信酬制 那么什么是信酬制 它会给海南物业服务模式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一起来了解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的海口外滩小区 长期存在环境脏乱差 信息不透明等问题 业主与物业之间矛盾尖锐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 海口外滩小区决定将现有的物业服务模式 融入信托方式 实行信酬制物管模式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式 因为它的账目很公开 所有的收支 业委会跟物业公司它是共管的 信酬制物业服务模式 由物业企业根据小区实际情况 制定年度初步预算和工作计划 小区决策通过后 由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年度预算执行和实施 预算原则是已收定之 业主将物业费与公共收益 设立为共有财产 若超出预算 则由物业企业按相关法律规定 报业主大会表决 目前海口已有四个小区 实行了信酬制 意向小区有近50价 这个账户是整个小区的一个独立账户 就不归属于物业企业的一个统一管理账户 所交的每一分钱物业费 也不是交给物业公司的利润 而是全体业主的一个更有基金 明显感觉投诉的量 包括业主的跟物业的矛盾明显降低 因为全部公开化了 因为业主也知道他的钱花到哪里 实施信酬之后 小区先在银行开设专用账户 并设置查询密码 全体业主可凭密码进入账户 不仅可以看到 目前小区共管账户余额数 以及每一项支出和收入流税情况 还对账户支出实行双密码管理 做到所有物业费和公共收益 收得明白 划得清楚 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博奥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全球特药险2021版近日在海口发布 进一步完善医保加商保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解决百姓用不起救命药的难题 2021版全球特药险 在维持原有的保费标准 保额的基础上 从药品数量 汇集人群和健康服务等方面 对产品进行的全面升级 其中可用药品数量 从去年的70种增加到100种 包括75种海外特药和25种国内社保外特药 涵盖海南高发的肝癌 肺癌 乳腺癌等 同时增加白血病 淋巴癌等高发病种 群众可通过 乐城先行区国内局发布微信公众号线上参报 肿瘤的治疗和新药的治疗费用是比较高的 那么有了这个保险的保障呢 我们100万的理赔 基本上就可以覆盖你全年疗程里的用药 会有效地降低你的负担 不用走出口门 在海南就可以使用上这样的新药 7月26号 乐城还与北京医保区合作 将75种未上市的特药 纳入北京普惠健康宝的保障范围 北京普惠健康宝 是中为北京基本医保参保人定制 紧密衔接基本医疗保险的 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 此次75种未上市药品的纳入 是让北京老百姓 用到最好最新药品的一种创新尝试 让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 汇集更多群众 接近十来个地方正在沟通 我们和观众局一起 希望今年年底再有两到三个地方有突破 到明年能够推广到 比如说在全国三十二个省里面有五到六个省 有我们海南的服务的产品 民众部近日发布关于表彰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的决定 授予182个爱心个人爱心团体 捐赠企业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海南爱助事实孤儿项目受到表彰 爱助事实孤儿项目由海南城美慈善基金会 于2014年正式发起 以稳定发展为爱助成长 阳光亲人 爱助梦想三个板块 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提供全方位的成长辅助 现已从海南拓展到全国 共在24个省份开展 截至2021年6月 项目累计资助约2.2万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善款累计支出超过8634万多元 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此次获奖是海南城美慈善基金会 第二次荣获中华慈善奖 基金会实施的公益项目 涉及扶贫寂困 健康医疗 乡村教育 社会创新等多方面 在未来的就是对事实孤儿 也就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还有在乡村教育 还有在大病救助 还有在环境保护 方方面面 我们都希望就是在专业度 不断地提高 同时呢去汇集到更多的人 近日海口海关基司局 海口市打司办等部门 在海南大学开展 打击治理海南离岛免税 套代购走私宣传进校园活动 被七千多名大学新生 上开学普法第一课 活动现场 宣讲团民警结合实际案例 一案说法 一案试法 教育引导学生群体自决防范 抵制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行为 同时通过中国反走私新媒体矩阵 开放问答平台 以线上答题 线下抽奖的形式 邀请师生和家长参与普法活动 通过学校的法治宣传教育的话 我是终于意识到了这种是违法行为 我也会劝阻身边的人 然后不要为了这种小的利益 然后毁了自己的未来 学校也会通过举办一些主题讲座 一些主题班会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加深 对套代购的理解和认识 接着目前 共开展离岛免税套代购普法活动 50场 参与人次共计2.1万人 我们还会把普法活动 进企业 进校园 进社区 引导和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 今年第13号台风康森6号生成 将于10号向海南岛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受其影响 10号夜间到13号 海南全岛将出现暴雨天气 局地有特大暴雨 同时沿海地区会伴随有10到12级的阵风 2021年 海南省中学生游泳比赛 7号在琼海市家季中学海贵学校开赛 比赛为期三天 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县直属学校 11个代表队的178名中学生参加 展开谍泳 挖泳 洋泳 自由泳 以及混合泳等13个项目的角逐 赛事旨在激发广大中小学生游泳运动的潜能 不断提升他们的游泳技能水平 新海南世界眼 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 试听海南客户端 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 明天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